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完整清晰地表达物体各个方面的形状 国家标准规定在原有三个投影面的基础上 再增设三个投影面组成一个正六面体 如图所示 我们将物体向基本投影面投射所得的视图称为基本视图 六面体的六个面称为基本投影面 将物体置于六面体中 分别向六个基本投影面投射 既得到六个基本视图 通常用大写字母A B C D E F表示 六个基本视图的名称和投射方向分为 主视图A视图 由物体的前方A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辅视图B视图 由物体的上方B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配置在主视图下方 左视图C视图 由物体的左方C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配置在主视图右方 右视图D视图 由物体的右方D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配置在主视图左方 仰视图E视图 由物体的下方E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配置在主视图上方 后视图F视图 由物体的后方F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 配置在左视图右方 六个基本视图仍然符合 长对正、高平齐、宽箱等的投射规律 除后视图外 其他视图靠近主视图的一边 是物体的后边 远离主视图的一边 是物体的前面 在绘制工程图样时 一般并不需要将物体的六个基本视图全部画出 而是根据物体的结构特点和复杂程度 选择适当的基本视图 优先采用逐、左、辅视图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相视图 什么是相视图呢? 可以自由配置的基本视图 称为相视图 画相视图时 一般应在相视图上方用大写拉丁字母标出视图的名称 并在相应视图附近用箭头标明投射方向 注上同样的字母 注意 一、相视图是基本视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它们的主要差别在于视图的配置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相视图中 表示投射方向的箭头应尽可能配置在主视图上 以时所获夺视图与基本视图相一致 而绘制以相视图方式表达的后视图时 应将投射箭头配置在左视图或右视图上 二、相视图的视图名称为大写拉丁字母 无论是在箭头旁的字母 还是视图上方的字母 均应与读图方向相一致 即水平方向 以便于识别 我们在实际绘制或者读图时 只需要将物体构形 比较复杂的那部分进行投射或者绘制 所以将物体的某一部分 向基本投影面投射所得的视图称为局部视图 画局部视图时要注意 由于表达的只是物体的某一部分的形状 故需要画出断裂边界 其断裂边界用波浪线表示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局部视图的断裂边界 应以波浪线或双折线表示 二、当表示的局部结构外形轮廓线 呈完整封闭图形时 波浪线可省略不化 三、局部视图可按基本视图的配置形式配置 这时不需标注 有很多图形并不是平行或者垂直于基本投影面的 我们将物体向不平行于基本投影面的心投影面投射所得的视图称为斜视图 斜视图的画法 斜视图主要用于表达物体上倾斜部分的实形 故其余部分不必全部画出 只画出倾斜部分的局部形状 其断裂边界用波浪线表示 当所表示的结构是完整的 且外形轮廓线封闭时 波浪线可省略不化 2、画斜视图时的注意事项 1、斜视图通常按相视图的配置形式配置 2、允许将斜视图旋转配置 但需在斜视图上方标明 3、斜视图一般表达局部结构 同影范围用波浪线 3、斜视图的标注 斜视图必须标注 其标注方法与局部视图相同 但经过旋转到后的斜视图 必须标注旋转符号 表示该视图名称的大写拉丁字母 应靠近旋转符号的箭头端 旋转角度一般不住 但允许注写在字母后 注意 不论斜视图如何配置 指明投射方向的箭头 一定垂直于被表达物体的倾斜部分 而字母应水平书写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了基本视图 相视图 斜视图和局部视图 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 我们下次见